11月21号上午国际曼城中国申报地区见面会在南京高纯召开 会上宣布曼城典范计划将在中国地区推行 未来在中国加盟国际曼城大家庭将开启双通道 据介绍曼城典范计划是以中国为试点 挑选符合条件的申报地区 按照更严格的发展标准打造国际曼城中国典范 并将此模式推广至全球的项目 曼城典范计划将挑选最多五个有意想创建曼城的申报地区 从能源和环境政策 基础设施政策 城市质量政策 农业旅游和手工艺政策 好客等行为意识和培训政策 社会凝聚力六个方面进行申选 入选的申报地区将于明年三月发布 中国的话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而且的话它这个发展也非常的迅速 然后有很多的资源 所以它觉得它包括中国曼城网也发展非常好 所以它会决定把这个计划放在中国来进行首先实施 除此之外 其他申报地区也可以选择通过中国曼城总部 中国曼城协调委员会的推荐 向国际曼联组织申报并提交相关材料 由中国曼城总部和国际曼联总部考察合格后 正式受牌批准加入国际曼城 作为曼城中国总部 携手国内众多地区加入国际曼城大家庭 如今在中国大陆已经有9个地区成为正式的国际曼城盟员 还有众多城镇社区积极参与曼城活动 倡导居民曼生活 申请加盟曼城大家庭